中国制造全球最大氢能源火车 德国工程师不信现场嘲讽 不料启动后当场看傻眼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日 中国制造的全球最大氢能源火车正式亮相 它可以根据不同牵引用需求 实现氢燃料供电 锂电池供电 混合动力供电的多种供电模式 大幅降低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就在前段时间 记者前往阿尔多斯的巴图塔加轻站 亲身体验了国内首台大功率氢能源动力火车 它拥有多种供电模式 能根据不同运输需求灵活切换 大幅降低了排放 那此时可能会有人问到 究竟什么是氢能源列车呢 顾名思义 就是以氢气为燃料的火车 听起来很简单吧 但是它背后的技术可不简单 它需要用到一种叫做燃料电池的装置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它有点像一个反向的电解水实验 在电解水实验中 我们用电流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而在燃料电池中 我们让氢气和氧气反映生成水 并是放出电流 氢能源列车利用燃料电池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并通过外部回路驱动牵引电机等设备工作 这样就避免了传统发电方式中由于燃料燃烧 蒸汽 涡轮 发电机等多个环节所造成的大量能量损耗 而且燃料电池还可以利用制动回馈技术将制动实产生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起来 现场人员介绍 这台氢能源调车机车不仅皆能环保 而且强劲有力 时速可达100公里 最大牵引重量可达1万吨 相当于能拉动200多节客车车厢 长约6公里 满载氢气可连续运行12小时以上 续航里程高达80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氢能列车不仅拉动着上万吨的货物 它还在拉动着整个氢能产业的发展 据测算 这台机车每年可以减少164吨燃油消耗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8吨 它的运行不仅彰显了氢能技术的实力 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建设 包括加清设施 燃料电池等一系列配套技术的应用和迭代升级 除了巴图塔加清站这样的重载铁路加清站外 国内各地还在陆续建设一批 已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加清站 比如针对城市轨道交通 北京 广州 深圳等地相继投资建设了地铁专用加清站 针对重考物流 河北 内蒙等地建立了覆盖高速公路沿线的加清网络 可以说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清能交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 这台清能列车的背后 还有一个专门的重载铁路加清站在默默支撑 这座加清站是国内首个 配备了全球首个耐低温自动加注机器人 可在零下25摄氏度的恶劣天气下时现前天后无人只手加清 这台加清机每分钟可提供7.2千克的加注流速 是传统加清站的两倍 仅30分钟就可以将一辆轻能火车加满 除了加清设施建设 轻能发电 储清技术 燃料电池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突破同样重要 近年来 众多科研认所和企业纷纷加大投入 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例如保五集团研发的大型储清罐 可以安全高效的大规模储存液态清 中车集团研制的燃料电池系统 不仅供应密度高 可靠性强 而且成本显著降低 这些创新成果为清能车辆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 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如增加对加清站建设的补贴力度 加快燃料电池汽车购置补贴的落地执行 制定清能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等 这些政策支持为清能产业的快速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可以看出 清能列车的背后并非单纯的一项技术创新 而是一个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缩影 从基础设施建设 核心技术突破 再到政策支持等各方面的推动 正在共同推动着这一绿色交通新引擎的崛起 当中国制造出这一大国重器后 德国工程师还不信 结果现场启动后 彻底惊呆了 未来随着更多的轻能列车投入运营 相关的加轻设施和相配套的产业将会持续完善 为我国的绿色交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台巨无霸只是轻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还有更多绿色巨无霸正在路上 轻能源列车和电力机车都是清洁 高效 低噪音的交通工具 它们相比于传统的柴油机车 都有着显著的环境优势 那么 轻能源列车是否会取代电力机车 究竟谁更胜一筹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优缺点 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需求 轻能源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不需要依赖于外部的电网供电 而是通过自带的燃料电池将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 这样一来 它就可以在没有铺设接触网 或者第三轨等供电设施的线路上运行 而且也不会受到停电等突发情况的影响 这对于一些地理条件复杂 铺设成本高昂或者供电不稳定的地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再次试运营成本 轻能源列车不需要依赖于线路牵引供电系统 这样就省去了铺设和维护接触网 或者第三轨等设施所需的巨额投资 而且由于氢气具有较高的储能密度 一次加注就可以支持长时间长距离的行驶 这样就减少了充换电站 或者换成站点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费用 最后是安全性 虽然很多人对于氢气会有爆炸危险的担忧 但实际上现代技术已经可以保证氢气在储存 输送和使用过程中达到高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而且由于没有火花塞或者火焰等高温元件 在碰撞事故中也不会引起火灾或者爆炸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轻能源列车与传统的电力机车相比 具有许多优点 它既环保又高效 既节约又安全 既先进又实用 在轨道交通的舞台上 轻能源列车的亮相 无疑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一次重大飞跃 它不仅标志着我们在轻能技术研发上的一个新高度 还意味着我们正朝着自主掌握关键技术的方向迈进 为交通装备的创新和生产力的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轻能源列车的是跑成功 不只是技术上的一次飞跃 更是对未来绿色出行方式的一次大胆探索 它代表着一种清洁 高效 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预示着在未来交通领域中的重要角色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轻能源列车的前景愈发广阔 它将为我们的城市交通带来无限可能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 轻能源作为一种清洁能源 在交通领域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轻能源列车的推广 不仅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降低环境污染 还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轻能源列车的推出 对于推动我国在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取得进一步成就 具有积极作用 可能有人会问 中国目前高铁如此成熟 又是出于什么考虑要选择发展轻能源列车呢 其实在中国发展轻能源列车 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发展路径 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铁路网络 其中许多线路还没有实现电气化 这为轻能源列车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同时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清洁能源交通工具的发展 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支持 以促进轻能源列车的推广和应用 因此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在轻能源技术方面的发展与创新 目前也已经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轻能源列车 并且正在进行试验 不过中国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轻能源产业链 包括氢气生产 储存 运输 家住等环节 这给轻能源列车的运行带来了成本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而且中国在部分地区还存在电力供应不足或者不稳定的问题 这会影响到利用可在生能源制造清洁清气的可行性和效率 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 只要国家加强氢能源产业链的建设和完善 提高清气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降低清气的储存和运输成本 增加清气的家住战数量和分布 确保氢能源列车的供应和安全 那么中国氢能源列车也一定会像中国高铁一样 成为中国轨道交通系统的一大亮点 在这个领域独占凹头 总之中国造出全球首辆轻能源市与列车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洁高效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交通方式 虽然现阶段还存在许多挑战和困难 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好的轻能源交通工具出现在我们身边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交通运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轻能源列车作为一种创新的清洁能源交通工具 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前景 它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 保护环境 还可以提高运输效率 节约资源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随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